哈喽,新角加班,名拉哈尔 放逼您的顶隆定位 盟定位盟定位置 一扇一扇 中影片内 放适合的 盟定位或一扇临话 今天第一个字是 把蓝 用华语可以直接翻译成 是用来形容一个爱管闲事 爱聊八卦的女人 但是 这个字有点难听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字 三姑六婆 来形容这样的女人 林太太呀 听说阿豪跟他老婆离婚了耶 真的假的 他们夫妻两个的感情不是很好吗 怎么突然离婚了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听说他在外面有小三 被他老婆发现了 真假 没想到他是那种人 你们两个三姑六婆在聊什么 第二个字是老毛 这个字是用来形容一个人 非常喜欢金钱 甚至可以因为金钱 而跟对方交往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 拜金女 或是拜金男 为什么 我不能当你的男朋友 就因为我没钱吗 难道 你的心里就只有钱吗 你错了 女人 不一定要找有钱的男朋友 但是 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男朋友 那你喜欢哪一种人 那你喜欢哪一种人 有钱的人 你这个拜金女 你有没有曾经非常非常非常生气呢 如果你要表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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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越南语我们可以说 那中文呢 我们可以说 气死 或是 气风 小姐 你要死掉了 你说什么 你才要死掉了 我说你要死掉了 你才要死掉了 气死我了 干嘛诅咒我 我说你要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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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 鬼吧 它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或是东西 很没用 便宜 没能力 如果你想用华语表示这个字 你可以说 废 这只手机怎么这么废 怎么拍都不好看 是不是相机有问题呀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长相的问题呀 第五个字呢 是 这个字是用来幽默地强调 叫你不知道某件事 在华语里 我们也有一句 类似的话 那就是 鬼才知道 干嘛 你知道越南周杰伦是谁吗 鬼才知道 下一个字是 它是用来表示 故意说 讽刺别人的话 让别人觉得很难受 用华语我们可以说 酸 酸 除了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用来表示 一个人说的话 和柠檬一样的酸 让人难受 我决定了 我要开始学英文 将来 我要当一个英文老师 你上次也这么说 结果学两天就放弃了 你可以不要一直酸我吗 你不能给我一点鼓励吗 加油 希望这次你能坚持三天 你讲话一定要那么酸吗 下一个字是 在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我经常在脸书上看到这个字 但是我实在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才知道它是玩乐的意思 你也可以说 糟糕了 或是 完蛋了 老板买单 啊 完了 我忘了带钱包了 哈 完了 我以为你要请我吃饭 我也没带钱包 糟糕了啦 老板知道一定会气死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很久没有谈恋爱 突然遇到一个喜欢的对象 就很急的 想要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有个朋友留言 越南语可以用 在华语里 我们可以说 饥渴 饥就是肚子饿 渴就是口渴 我们常用饥渴这个字 来形容一个很渴望爱情的人 上大学了 我一定要找一个 全校最漂亮的女生 当女朋友 有点漂亮 不要太矮就可以了 神啊 我的要求不高 是个女的 就好了 嘿嘿 学弟 你还挺帅的嘛 要不要跟我约会啊 学长 你是有多饥渴啊 第九个字是 这个字是用来形容 一个人没有男朋友 或是女朋友 或是商店里没有客人 中文可以用一个字来表示 那就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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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业绩如何啊 别说了 最近缺客人 生意很差 好吧 那最近有没有认识新的妹子啊 别说了 最近很缺 妹子看到我的照片 都不回我的讯息 接下来是梗 在中文里 警察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昵称 因为警察制服肩膀上的横杠 很像麻将中的条子 所以有些人就用这个字 来称呼警察 那就是条子 哎 待会我载你回家吧 不要啦 喝完酒 不要骑车 怕什么 我骑车很小心 不会出意外的啦 不要啦 最近条子抓很严 被抓到就完蛋了 谢谢你收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